迪爾達和珍樂彤今天出席音響品牌Ultimate Ears 的產品發佈會 直上迪爾達還和Dancer為大家送上街舞表演 他又說自己是Ultimate Ears 的忠實用家 之前偷跑試用過新款藍牙喇叭 接受訪問時 迪爾達和珍樂彤一起分享選購音響產品的心得 珍樂彤說見到這款新喇叭有初戀的感覺 其實我通常會想帶喇叭出街去旅行的時候 或者出去外地工作 如果不是住在家 可能帶手來電腦或者電話 在浴缸旁邊播音樂的話就有個風險 一來就是怕掉落水 二來其實它不夠大聲 所以現在有一個喇叭可以放在水上浮著來播音樂 我覺得是十分好的一個享受 其實我真的很期待 因為我人生是沒試過有喇叭存在在我的生命裡面 所以這次這個喇叭對我來說可以說是初戀 我們今天用的時候才在想不如我們下次去做個活動的時候 不用我們傳統的混合器加音樂 而是用這個喇叭去做一個環迴立體聲 好像很厲害 還有那個裝飾又會更漂亮 不同了